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伊拉克多地遭炮弹袭击 伊朗 美国剑拔弩张 暴雪蓝色预警拉响 今年首轮大范围较强雨雪 强势来袭 多地气温骤降 高速封闭 鼠年生效邮票今天开售 缩量旧市 邮票市场短暂回温 春节临近 黄金饰品消费升温 日售上千件 加工企业日夜不停补单忙 可能是肯定是不够的 就是尽量多找找人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各位晚上好 我是姚雪松 晚上好 我是张晏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经济信息联播 欢迎您准时收看 首先来关注持续升级的 中东紧张局势 当地时间4号的晚上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 发表声明说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中心 绿区等地遭到炮弹袭击 并造成人员受伤 伊拉克议会也与今天召开 特别会议 据称将对讨论如何终止美军 在伊拉克的存在等问题 那么更多的消息 现在马上我们就来连线 在巴格达的前方记者复星日 星日你好 来 时间交给你 你好 好的 那么根据伊拉克安全部门 发布的声明 在昨天夜间 伊拉克有多个地区 遭到了火箭弹和迫击炮的袭击 包括巴格达绿区的庆典广场 以及底格里斯河南岸的贾德里亚 和萨拉赫丁省的 拜莱德空军基地 据伊拉克媒体报道 拜莱德空军基地的袭击 造成了三人受伤 机场跑道受损 发生在贾德里亚的袭击 是造成五人受伤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 也发表声明 确认了绿区和拜莱德空军基地的袭击 并称没有美军军事人员 在这两起袭击中受伤 目前为止还没有组织声称 对这几起袭击事件负责 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有可能是伊拉克的民兵组织 发送的某种警告信号 好 感谢新日在巴格达 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 非常感谢 也请前方的同事们 一定要注意安全 就在伊朗高级军官苏莱玛尼等人 遭到美军空行身亡之后 4号的当天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数千名哀悼者走上街头 为苏莱玛尼等人送葬 当天 巴格达的主要道路和桥梁 都被提前封锁 以保证送葬活动的安全 运官车队从巴格达北部 卡迪米亚区出发 前往巴格达市中心 沿途数千名哀悼者 聚集在车队周围 并高喊反美口号 当天 包括伊拉克 特地在内的多位伊拉克政要 也加入了送葬队伍 据当地媒体报道 运官车队将前往伊拉克南部 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 穆罕迪斯的遗体将在纳杰夫下葬 苏莱玛尼的遗体将被运回 他的祖国伊朗安葬 当地时间三号 伊朗也开始了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四号 伊朗为苏莱玛尼举行纪念仪式 大量民众聚集在首都德黑兰街头 首举苏莱玛尼的照片 谴责美国的袭击 并呼吁伊朗政府 为苏莱玛尼等人报仇 伊朗 三号苏莱玛尼遇刺身亡之后 不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科尔曼省指挥官阿布哈姆扎 就发出警告 伊朗很久之前就已经锁定了 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 一共35个重要目标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科尔曼省指挥官阿布哈姆扎表示 杀死苏莱玛尼是美国犯下的 最大的战略性错误 伊朗保留对美国进行报复的权利 美国在该地区 以及特拉维夫的共35个目标 都在伊朗射程之内 尽管他没有进一步透露 这些目标具体信息 但他承诺 伊朗将会予以切实地报复 此外他还补充道 霍尔木兹海峡 是西方重要的海上通道 目前有美国军舰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穿行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 谢卡尔西向外界表示 伊朗不会仓促作出回应 他补充道 我们有耐心考虑并制定计划 以严厉回应美国的这种恐怖行动 当地时间4号 伊朗总统鲁哈尼 在德黑兰同到访的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穆罕默德·阿勒塔尼举行会谈 鲁哈尼表示 伊朗从未试图 在海湾地区制造紧张局势 近年来造成地区动荡的责任 应该归咎于美国 美国将为杀害苏莱玛尼的罪行 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鲁哈尼补充说 美国的空袭行动 也是对伊拉克国家主权的侵犯 是对伊拉克国家的侮辱 此外 鲁哈尼还强调了 在当前局势下 同区域各个国家之间 进行对话的重要性 面对伊朗的报复威胁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发出警告 表示美军已经确定了 52个伊朗重要目标 美军将随时奉陪 每一双方激烈的风 让美国百姓担忧战争的来临 4号傍晚 特朗普发布推特威胁称 如果伊朗攻击美国资产或公民 就对52个伊朗军事和文化目标 进行打击 特朗普称 这52个地点代表 伊朗人质危机中的 52名美国人质 据分析 这是美方对之前伊朗扬言 要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的 35个重要目标的回应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方之所以选择52个目标 是因为这代表着 1979年德黑兰人质危机中 被伊朗方面扣押的 52名美驻伊朗使馆人员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 美国大使馆被占领 52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 被扣留为人质 这场人质危机始于1979年11月4号 一直持续到1981年的1月20号 长达444天 另一方面 美国政府的种种举动 已经引发民众的强烈担忧 当地时间4号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大批抗议民众 在白宫和特朗普国际酒店附近 举行抗议示威游行 人们手持各式各样的标语 强烈谴责特朗普的对一政策 要求美国撤出伊拉克 不要蓄意挑起与伊朗的战争 同样在4号 大批民众聚集纽约时报广场 手持要求美国军队 解除对伊朗制裁 要投资教育 不要战争等标语 并高喊 没有正义与和平 美国远离中东的口号 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 也蔓延到了网络上 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 适龄男性青年 需要在美国义务征兵网站 注册个人信息 当地时间3号 美国境内用谷歌搜索 躲避征兵 两一战争 免除征兵等话题的次数暴涨 义务征兵系统也出现瘫痪 在美国日前宣布 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数千名士兵之后 有媒体公布了部分美军士兵 从美国北卡罗兰纳州 以军事基地出发的画面 在画面当中 美军士兵将一些设备 和军用车辆装上军用飞机 据悉 这些设备车辆 以及美军人员 将被部署到中东地区 伊朗高级将领苏莱玛尼 在美国的空袭当中身亡之后 伊朗方面表示 将进行强硬复仇 美国国防部随后表示 针对中东地区 美方人员和设施的威胁 日益增加 美军决定增派人员 以应对威胁 根据俄罗斯 今日俄罗斯网站4号报道 伊朗高级将领 遭美军袭击身亡之后 英国国防部下令 要求其海军舰艇 为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 悬挂英国国企的船只 提供保护 英国国防部表示 英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护英国船只和公民 与此同时 英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 还呼吁各方缓和紧张局势 并且建议英国公民 目前尽量不要前往伊拉克和伊朗 目前英国在伊拉克有驻军约400人 主要协助训练伊拉克安全部队 苏莱玛尼被袭身亡后 英国还加强了驻伊拉克军事人员的 安全保护措施 苏莱玛尼在伊拉克巴格达机场 遇袭身亡之后 美国各地城市加强了安全措施 首都华盛顿处于戒备状态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建议和提醒 在美国的中国公民 要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 提高警惕 注意安全防范 慎重考虑前往公共场所 如遇危险或突发情况 请及时拨打911报警 如需领事协助 请拨打外交部 24小时 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 应急呼叫中心的电话 或与中国驻美使领馆联系 美国空袭巴格达机场 至伊朗高级将领 苏莱马尼死亡的事件 也引发了国际油价的波动 截至到3号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 2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1.87美元 收于每桶63.05美元 3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5美元 收于每桶68.6美元 分析人士就表示 这一事件引发的中东地缘政治紧张 可能给2020年国际石油市场 造成冲击 但难以长期居高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经济信息联播 欢迎您继续收看 今天上午 搭载在长洲5号摇三 运在火箭上的实践20号卫星 成功定点在地球同步轨道 新上载荷正陆续开通 这也标志着我国目前重量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通信卫星 具备了正式提供服务的能力 时间20号卫星 于2019年12月27日 所长洲5号摇三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经过9天的飞行和7次变轨过程 目前成功定点在了地球同步轨道上 时间20号卫星上 携带了我国目前面积最大的太阳翼 并首次实现了卫星太阳翼的 二维二次展开 也就是说当卫星发射入轨后 先展开最外面的两块太阳能翻板 保障它能够吸收太阳能 进行后续的飞行 而当卫星进入最终的地球同步轨道后 再展开剩余全部的太阳翼 整个太阳翼的结构尺寸重量都会非常的大 在卫星的这个变轨过程中 会对卫星产生一个加速度 如果要是把整个这个太阳翼一次全部展开的话 由于这个加速度的原因 就可能会造成太阳翼的根部受损 所以选择了二次展开的方式 时间20号卫星重量达到8吨 高度近8米 而它的太阳翼是我国迄今为止 面积最大 翼展最长 展开方式最复杂的 双翼展开比波音737飞机的翼展 还要宽上10米 而太阳翼面积的大大增加 就能带来源源不断的超强电流供给 让时间20号卫星始终拥有充沛体力 为用户提供宽带通信 广播电视服务 移动通信服务等等 对大容量通信卫星来说 所有通信信号的产生 通信波数的产生 都是靠功率来激励的 太阳翼指向太阳 然后源源不断的产生功率 功率需求太大 所以说太阳翼要求也必须大 据了解 实践20号卫星上 携带了16项先进载荷 当卫星定点成功后 就将进行一系列的载轨测试和试验 充分验证包括激光通信 量子通信等核心技术 为我国下一代高通量通信卫星 完成技术验证 事实上 实践20号卫星更重要的使命 是验证我国最新研制的 新一代卫星平台 东方红5号的能力 此次成功定点也标志了 东方红5号平台的首飞成功 那么卫星平台是什么 它跟卫星之间的关系 又是怎样的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就叫做东方红1号 也奠定了东方红这个系列 成为我国通信卫星的重要标志 尽管从东方红1号到东方红3号 都只是单颗卫星 但是从东方红3号开始 就有了卫星平台的概念 好比咱们就要卫星呢 应该像一个运输卡车一样 这个平台呢就像这个卡车 卫星的有效载荷呢 就像卡车上拉的货一样 在实践20号 进入太空的东方红5号平台 则首次实现了多视影星 也就是可以搭载通信 摇杆 科学试验等不同载荷 实践不同的卫星功能 东方红5号平台呢 它是叫我们第一条新一代 有效载荷 也就是从过去的600到800航空 我们提高了1000万能 对于卫星来说 能够搭载的设备越多 能力也就会越强 因此此次东方红5号平台的 全面验证 将使我国卫星平台研制水平 进入国际前列 为后续卫星研制技术的升级换代 打下坚实基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动漫集团今天揭牌成立 成立动漫集团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工作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与2020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 具体举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始终着眼引导青少年儿童 扣好人生第一例扣子 加强动漫原创 开发优质IP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动漫IP生态圈 打造全媒体传播 全产业链运营 国内领先 世界一流的动漫集团 成为中国动漫领域国家队 和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 央视动漫集团 将通过创新机制体制 发挥央视动漫原有品牌优势 实现动漫产业跨越式发展 动漫集团的成立 标志着总台在动漫领域 实现全方位深层次的产业升级 使总台建设国际一流 新型主流媒体的战略目标 在动漫领域迈出坚实一步 再来关注一下就业的话题 就业式经济的晴雨表 也是最大的民生 当前服务业 已经成为我国吸纳就业 最多的产业 其中很多实体商业 创造了大量 长期稳定的服务业岗位 这是2019年底 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 万达广场开业的现场 大型综合商业体的出现 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 生活便利了不少 同时还为当地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我们以前的商圈更加丰富 在这里工作环境比较好 然后收入稳定 在人员将近2500名 大部分都是一些导购服务员 还有我们的文职类岗位 解决了我们附近居民 很多的就业机会 据统计 2019年全年 全国万达广场新开业43个 新增就业约17万人 其中大学生8.4万人 目前万达广场 在全国累计带动就业岗位 135.9万个 其中大学生61.2万人 占比超过35% 专家表示 目前服务业增加值 在GDP中占比 已经超过50% 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 吸纳就业十分丰富 包括前中后台 高中低岗位 以及老中青各个年龄段 对于目前国家的保证长 稳就业意义重大 数据显示 2019年1到11月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279万人 提前实现全年预期目标 不过 我仍面临不小的 就业增长压力 2019年12月24号 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 稳就业工作的意见 从支持企业稳定岗位 开发更多就业岗位 促进劳动者 多渠道就业创业等方面 进行部署 稳就业是放在首要位置 我们想方设法 加大各方面的改革的这种力度 使得我们的经济的运行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态势的时候 应该说市场的预期和信心 才能够真正有所增强 滴滴出行3号发布公告 将暂停全国范围内的 网约车新司机注册审核工作 7天以完善平台规则 杜绝漏洞 那么此举就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 滴滴此举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 据滴滴方面称 本次暂停审核 主要为了保护广大司机利益 防范司机被个别高利率 以租代购 高额违约金 和阴阳合同等 不法手段坑害 过去一年里我们收到了很多 以租代购的司机支付的诉求 他过去支付的 以租代购的首付 以及月供 包括未来还要面临退出的违约金 这些都不是司机 最初的时候能够预期的 滴滴称 目前存在网约车司机 通过借高利贷购买车辆 或高利率以租代购 加入平台的现象 此外 个别司机通过 以租代购方式租车后 以技术手段绕过平台审核 进行注册 一旦发生收入波动 家庭变化等 司机将面临断供 高额违约金 车辆被强制收回等风险 因此在风险提示 准入流程等方面 平台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滴滴表示 在暂停审核期间 新司机可以提交注册资料 平台将从1月16号0点起 恢复审核 而对于如何更好地保障 司机的权益 也有专家提出更应平衡 网约车平台租赁公司 司机三者的收益问题 比较好的一种方案的话 首先是租赁公司 降低自己的这种收益 把这个利益更多地让给 这个司机师傅 保障司机师傅的一个 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收入 好 接下来关注天气 从昨天开始新一轮雨雪天气 自西向东逐渐发展 未来三天将会覆盖西南 西北 华北 黄淮 江淮等地 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雨雪强度大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 暴雪蓝色预警 预期明天夜间开始 降雪的区域将会南压 陕西 山西 山东 河南等地的 部分地区有大雪或暴雪 山东 河南 苏晚 湖北 及四川盆地等地有中道大雨 好 现在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山西的具体的情况 今天凌晨开始 山西多地就迎来了强降雪 交通受到了较大影响 从太原市出发的客运班车 几乎全部停运 很多旅客临时改为铁路出行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 山西局部地区已出现 6毫米以上降雪 预计未来12小时 降雪仍将持续 记者在太原市区看到 所有车辆都保持在较低速度 部分车辆为了安全 也打开了危险暴警闪光灯 路口不好走 车也不多倒是 车不多 怎么走得慢点 速度能有多少 速度也就是20-30买 记者从山西高速交警队了解到 目前受降雪影响 降雪区域的高速公路 已经全线封闭 滞留在高速路上的车辆 由交警指引 在最近高速口分流驶离高速 因为辖区出现降雪 接冰 到了5-6位通行条件 现在我执行的任务是 在冲凉收费站分流 去往西安庄方向所有的车辆 受降雪高速公路封闭影响 今天太原火车站 售票大厅内的旅客 相比平时多了近一倍 售票窗口已经全部打开 应对大量客流 为了应对降雪天气 给火车站带来的客流压力 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太原站也做好预案 提前要求售票员 再次熟悉部分列车时刻的变化 和一些加挂车厢的情况 同样遭遇强降雪的 还有陕西省 今天陕西 延安 隋德 榆林等地 迎来今年的首场降雪 受到降雪的影响 多趟高铁列车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 陕西省内多条高速公路 临时封闭 从1月4号晚上开始 陕西多地就出现了 新年的第一场降雪 在陕西北部的榆林市 降雪的平均厚度为5厘米左右 大街小巷白茫茫的一片 在陕西延安市 一夜的降雪 让整个城市披上银桩 今天凌晨2点开始 关中地区的韩城北部 出现降雪 部分山区降雪较大 此外 铜川 渭南的铜关等地 均出现了小雨和雨加雪天气 今天早上8点多 轻盈高速 渝商高速 渝林隋德段 各收费站入口临时封闭 截至今天下午1点 陕西境内包括包茂高速 轻盈高速在内的 14条过境高速和省内高速路 受降雪影响 能见度低 不具备通行条件 采取临时封闭和交通管制的措施 此外 受降雪影响 正西 大西高铁 各次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往延安 榆林等各次普速列车 晚点在20分钟左右 西安北站 西安车站 及时采取增开退改间窗口 加强退票 人工引导等方式 减少旅客的滞留时间 今天上午河北石家庄 邢台邯郸三世也迎来了 新年的第一场降雪 部分高速公路因此封闭 上午11点 石家庄城区出现降雪 道路两边的绿花带里 雪花压在枝头上 路上的行人脚踩着积雪 在雪中小心行走 路上行驶的汽车 也打开了车灯 缓慢行驶 2020年第一场雪 遇事了好的年景 好的年头 今天我带孩子出来玩 很高兴 也很开心 在河北邯郸市南部的射县 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 天空飘起了雪花 随后雪越下越急 从雪力慢慢变成了大片雪花 上午10点左右 整个射县银庄素果 在河北邯郸广平县主城区 伴随着天色逐渐转暗 鹅毛般的雪花从天而降 行人们都全副武装 在雪中小心骑行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雪蓝色预警 预计本次降雪将持续三天 记者从河北省高速交警总队了解到 受降雪影响 目前河北南部的 邢台邯郸辖区内的 所有高速公路已经全部封闭 据气象部门预计 石家庄 邢台 邯郸的降雪 将持续到今天夜间 春节越来越近了 年味也越来越浓了 恰逢周末 四川扶贫好产品 迎春年货大吉 在成都持续火爆 有客们都买了啥年货呢 我们一起到大吉的酒会厂 宽仔巷子来看一看 古令挂面 苍兮猕猴桃 大凉山苦桥茶 高线佛手瓜 在成都宽窄巷子年货节现场 八百多种扶贫产品 琳琅满目 让人挑花了眼 辛苦了一年 人们在置办年货时 出售格外大方 当得知现场的商品 都是扶贫产品时 游客的热情就更高了 记者还看到 一些企事业单位 也把集中采购点 选在了这里 差不多就一万块钱左右 原来给子宫吃的 子宫吃的吃的 有腊肉嘛 有木耳嘛 有面条嘛 有大米嘛 本次扶贫产品年货大吉 宽窄巷子主会厂 共有四百多家参展商 其中腊肉香肠 糖果茶酒等年货必备品 销售最火爆 每天都卖几万块 大概四五万吧 我们卖的有腊肠 有兔 有鸭 有扳鸡 有火腿 我们那只大量身 它是高身的 它的肉质是 有些最油脂的肉质 是我们自己釀造的 因为我们的原材料是 采自汶川那些贫困户的 那个农民的那个粮食 游客呢 就是路过的都会很好奇 而且因为就是说 我穿的这个衣服嘛 想了解一下 关于我们这个酒啊 我的 关于我这个群组啊 制盘年货的同时呢 很多人也会买上几盆鲜花 来装点居室 馈赠亲友 近日 山东吉墨年销花市场 迎来了销售旺季 那今年什么样的花卉 最走壳价格如何呢 来看一下 走进吉墨花卉大棚内 一盆盆蝴蝶兰开的正宴 大棚负责人刘敦菊说 今年它种了20多个品种的蝴蝶兰 最近卖的都挺火爆 其中大辣椒是最畅销的品种 仅这个大棚就种了1万多株 跟刘敦菊的蝴蝶兰大棚 一路之隔 江秦的仙克莱大棚 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江秦介绍说 现在市面上最受欢迎的是 仙克莱 彩云 荷花两个品种 尽管两个品种的单盆售价 都在50到200元不等 比市面上的普通品种贵了不少 但仍供不应求 花卉种植户介绍 今年青岛市春节花卉市场上 蝴蝶兰 仙克莱 杜鹃 茶花等传统花卉 依然受到消费者青睐 迷你蝴蝶兰等小而美的盆栽 及混搭组合型花卉更加流行 销量稳步提高 目前部分鲜花价格已经上涨 预计小年前后 还会迎来一波花卉销售高峰 春节临近了 宠物的消费市场也开始升温了 春节寄养带六等服务的价格普遍上涨 记者走访了昆明市区的一些宠物店和宠物医院 春节期间 很多人出行不方便带宠物都会选择将宠物寄养 基本上每年的快接近临近春节前20天左右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寄养的预订 现在基本上像我们这边的话 是90%的 都已经是预订完的 施云平介绍 春节期间宠物寄养需求量大 但工作人员会比平时少 寄养的价格会略微上涨 平时的话像我们的会员的话 10公斤以内的那是40块钱 10公斤以上的是60 就是春节正常放假的7天的话 可能有10%的这个赏服吧 而在另外一家宠物店 工作人员同样表示 最近几天咨询量在慢慢增加 春节期间服务价格也会上调 蓝先生说 寄养的宠物会根据主人的要求 以及宠物的习惯提供定制服务 每天溜它们最少是两次 然后多的可能是三四次 因为这么多宠物在这里 每天的话和必要的消毒 这个是每天我们都需要做的 其他的话就是说 在根据宠物主人的需求吧 值得注意的是 多家宠物机构表示 寄养宠物时有严格的防疫要求 健康免疫的免疫症 还有的话之前说 之前有生命了 之间的一些病例记录 这些都是需要提供的 鼠年生效邮票今天开售 缩量旧市 邮票市场短暂回温 春节临近 黄金饰品消费升温 日售上千件 加工企业 日夜不停补单忙 可能说肯定是不够的 尽量多找找人 日产前董事长 戈恩逃亡剧情再更新 或藏身特制相增机 每年的1月5号 中国邮政都会发售新一年的生效邮票 今天上午 庚子鼠年生效邮票正式开售 那么新邮票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来看记者的报道 早上6点钟 记者来到了北京东四邮局邮票销售点 看到门口集邮爱好者们 已经排起了长队 等着8点开始抢购 有些集邮爱好者 甚至已经排了一天一夜 昨天早晨5点多来的 来了7、8年了都 一宿本明年的纪念 当天都用了 生效每年都寄 朋友们就互相继续联络感情 再一个是给亲戚们 就是做个纪念 到了8点 邮票正式开始发售 记者看到在大厅里立刻挤满了人 本次发行的庚子年 鼠年生效邮票 由著名艺术家韩美林设计 邮票一套两枚 图案内容分别为 子鼠开天 鼠照封年 面值为2.40元 今年的生效邮票 还首次采用了AR技术 极由爱好者对着邮票扫一扫 可爱的小老鼠就跃然屏上 灵动跳跃 之后还能自动生成 电子盖戳的首日风 第一时间线上邮寄 这是鼠年的带银币的 然后这个是首日风 还买的是小板票 一共花了980 据了解 今年的生效鼠票 发行总量为4300万套 较上年的生效猪票 减少28% 这也是生效邮票 连续第三年 缩减20%左右 像这一种小本票到我们局 去年是给我们150本 今年给了我们106本 减少了大概30% 在生效鼠票发售之后 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 邮币卡市场了解邮票的交易情况 那么发行量缩减了 生效鼠票的交易行情 又怎么样呢 在北京马店的邮币卡市场 一些拿到新版鼠票的经销商介绍 售价78元的大板票 在油市的售价最高已经涨了4倍多 这是今年的这个数的大板票 从早上10点多开始成交 这个价钱还是比较高的 340多块钱 一直到中午的时候 有价格稍微有点回落 现在价格在25060块钱左右 做了20多年邮票生意的 周文杰介绍 近些年来 邮票市场持续低迷 即便是邮票中最为热门的 生效邮票 除了第一轮的喉票 保持着一枚上万元的价格 其他严份的品种 行情都大不如前 从鼠票来看 除了第一轮价格较高 后两轮的价格 目前也都低于新版 鼠一共中国邮政发行了四轮 第一轮是最大的一个板式 80枚的 目前它大概市场价 应该在3000块钱左右 第二轮它是一个200式的 市场价应该在2001左右 三轮它又是一个大煤式的 它现在目前市场价也就是234 经销商介绍 与往年不同 今年中国邮政在数票开售前 就提前公布了发行量 受此影响 最近一周 生效邮票的市场行情有所回升 狗在70左右 猪在100左右 近期涨幅基本上都在20%左右 除了生效邮票 今年中国邮政还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收紧邮品供给量 2020年特种邮票 计划发行27套 较上年前少5套邮票 同时取消部分系列邮票特殊品种 2020年发行总面值 计划较上年下降25% 除生效票外的年度套票 平均发行量将低于800万套 现在我们提前发布 让极右爱河者知道 我们的最高的发行限量是多少 这让对市场是有提振作用 近期国际金价不断上涨 截至周五收盘的时候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 交投最活跃的2月黄金期货 收于每盎司1552.4美元 创下2019年9月4日以来 最高的收盘价 很多人说2019年是黄金的一个大年 金价2019年上涨约19% 而在国内随着春节的临近 黄金饰品的销售 是否也跟着火热起来了呢 我们继续看看 这里是北京的一家 黄金珠宝饰品的总店 那么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黄金饰品柜台 就已经围满了人群 那么据了解 临近春节向转运猪 生销鼠元素的金饰品 就格外地受欢迎 记者看到 在售卖转运猪的柜台 嫂嫂就排起了长队 今年72周岁的侯奶奶鼠鼠 恰逢本命年 这会儿她在女儿的陪同下 正在挑选黛鼠的金饰品 就是挂在脖子上的一个小鼠 再一个小缀 给孩子们去买的都是转运猪 让他们是一年比一年过得更好 真是属于芝麻开花节节糕 前来选购金饰品的消费者们认为 在节前购买金饰 是对新年的美好寓意 对对 我是本明年 完了买平安 想给我家宝宝选一对金镯子 过年我儿子马上就要一周了 然后想选一个 然后过年喜庆一下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该店目前签足金的价格 是每克408元 足金是每克398元 这些带有新年吉祥寓意的金饰品 每件单价 从3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 平均每天都能卖出上千件 就感觉今年的转租比去年同期 也是截日提前 这些能上涨10%左右 最高的销售日均可达到了4000多件 因为近期国际金价也是在走高 那我们也是经过综合的考虑 近期有一次金价调整 上涨了10块钱左右 黄金饰品销售火热 而黄金经销商和加工厂 一定是更早地就感受到了春节订单的火爆 那么商家和工厂都是如何备货的呢 我们的记者赶到了国内交易量最大的珠宝专业交易市场 进行了探访 在深圳市水被黄金珠宝批发市场 记者见到了正在向采购商推荐黄金产品的张继斌 他告诉记者 11月中旬 他们就已经做好了春节期间的销售规划 向工厂下订单 联系下游客户忙得不亦乐乎 提前大概各把星期吧 往常就在20号左右 今年可能在10号左右就已经 大家都认为这个行业 这个销售都要 深圳这边 源头这边比较火爆了就开始 数年春节的提前 让整个黄金产业链更早地进入了备战状态 大概两个月前 左医生接到的黄金订单 就已经明显增加了 由于黄金成本较高 很多下游商家不愿意囤太多的货 都会在春节前多次补单 眼下他们就收到了很多这样的订单 现在的出货量要比以前明显增多 平时的话本来就是应该二三十公斤 现在可能提升个百分之四五十 又能出个四五十公斤 跟公司申请多加一点点量了 就是相当于杯水车薪相对订单量 也很严嘛 目前左医生的工厂一共有八九十名工人 每天三班倒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生产 随着补单高峰的来临 他们还得临时再招工 加班成了家常便饭 每天平均每个人延长两三个小时吧 产能肯定是不够的 尽量多找找人 一些黄金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最近一年水贝的黄金加工订单 整体和去年相差不大 但真正的出货数量 还要看最终补单情况 大部分工厂都会在春节前一周 正式停止接单 目前这个阶段还是 我认为到春节的这个二十号吧 就一月的二十号之前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从此阶段 销量会越来越大 首饰黄金的价格不断地攀升 金条投资市场又有哪些变化呢 春节马上就要来了 金条市场的投资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吗 我们继续来看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某金店内 杨先生正在以当天投资金条价格 每克349.2元 卖出一块200克的金条 而他在2019年11月6号 买入这块金条时 是每克337.2元 两个月的时间 他购买的食物黄金就涨了12元 净赚1500元 杨先生觉得 相比较股市投资 食物黄金较为稳妥 反正看形势 估计一有风吹草动的 它就看涨或者跌 风波动它就是可以买进和卖出 手里可能就有个四五百克 食物黄金反正比较踏实 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与黄金饰品不同的是 投资金条的销售并不会明显受到节日气氛影响 投资者更关注的是价格 在金价不断走高的时期 一些消费者选择卖出手中的金条 实现获利 现在随着这种人民币价格的这个黄金价格的逐渐走高吧 那么可能我们近期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购的一个小高潮 因为都是前期比如说价格比较偏低的时候 购买的一些投资者 有的人可能会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么这段时间来说 可能我们总体的回购的量会大于我们的这个投资的买入量 专家表示 其实我国黄金投资者中 这种短线交易的投资者只占约20% 更多的还是会选择长期持有作为家庭投资的一部分 未来黄金投资的需求将持续加大 那么配合着这波就是创下新高以后 在回调过程当中 这种就是逐步购买增仓的这种需求 那么整体的销售这种是逐步增加的 因为全球这种很多这种不确定性 因为黄金有一些避险的因素 那么可能就是未来来讲 它的倾价走势可能我们会看更好一些 日前重庆警方对外公布 破获了一起特大跨境网络开设赌场案 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36人 冻结资金1.1亿元 而已经查明的涉案资金流水 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 2018年11月 重庆福林警方破获了一起 网络赌博的案件 抓获嫌疑人11人 经查该案嫌疑人每天建立临时微信群 并设置赌博赔率 招揽赌客入群进行净猜赌博 犯罪嫌疑人利用软件连接境外赌博网站 通过在赌博网站上申请代理或会员账号 进行充值投注提现通过赔力差 流水分红网站盈利分红等方式盈利 赌客他们下注了以后 比如说他下10块 我们如果他赢了他只有9点几 然后我们就抽的其中0点几的点 赌的流水越多我们会得的越多 我们查下去后来发现 他们是境外大发彩票网站的一个国内代理 通过长时间的侦查 然后上线追踪 我们发现了整个大发彩票网是在柬埔寨 警方侦查发现 弗林破获的这起案件总下注流水超过3.3亿元 而这一境外赌博网站在国内的非法代理有上千家 全国有一千多个代理的来看 参赌人员至少都在10万人以上 随后中国警方通过和柬埔寨警方合作 对位于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犯罪嫌疑人 及窝点开展摸牌 经过侦查 2019年8月31号 专案组在柬埔寨警方的协助下 开始实施收网行动 在柬埔寨的支持下 就抓了一共有7个 包含了一个重要头目 就抓了回来 随后警方在柬埔寨 以及国内的上海 福建 黑龙江等地 成功捣毁13个犯罪窝点 扣押手机和电脑100余台 银行卡100余张 冻结涉案银行卡2000余张 冻结涉案资金共计1.1亿余元 据我们侦查 从2018年1月1号以来 整个网络赌博平台的 涉案流水有1000个亿余以上 集中收网行动后 警方又先后在福建 广西 云南等地 抓获该赌博团伙的 8名主要嫌疑人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涉赌人员超过10万人 那么赌博网站究竟是如何吸引这么多的赌客参赌呢 继续来看 据了解这类赌博网站 基本都是借助官方彩票每期开奖的结果 另件网站设置多种投注方式 以更高的胜率诱骗赌客参与赌博 很多不法之徒就利用这样一个渠道 自己开设一些私底下的赌场 他会在自己的网站上 也会公布官方的开奖结果 然后让赌客去看自己有没有买中 这样的套路让许多参与赌博的人觉得 这里边庄家控制不了开奖结果 而且赔率还很高 自己在里面赌博 不会只是输也很可能赢 除了彩票以外 他们还有一些很多棋牌的玩法 赌得很大 警方调查发现 该网络赌博团伙 形成了一个前中后端的完整的产业链 包括前端境外网络赌博团伙 中端的专业洗钱团伙 俗称水房 还有后端为网络赌博 提供技术支持的黑色产业链 参赌人员一旦进入网络赌博 基本是十赌九输 网络参赌人员中 有输掉几千万的私企老板 也有输掉整个家庭积蓄的家庭主妇 还有借钱赌博 背上几十万债务的无业人员 法律的范畴来讲 它不存在一个受害人的行为 因为不管是组织者也好 还是参与赌博的这个赌客也好 从法律的层面来讲 都是违法犯罪的 赌客赌博行为 本身也是违反资产管理处罚法 你只要去参与网络赌博 你基本上都是输 即使有的人今天赢一点 你明天也肯定会越行越胜 也会输出去 所以说我也奉劝各位朋友 千万不要接触网络赌博 目前已有17名犯罪嫌疑人 被正式批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今晚发布了关于不明原因的 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 截至2020年1月5日8时 武汉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 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 其中重症患者7例 其余患者生命体征总体稳定 目前所有患者均在武汉市医疗机构 接受隔离治疗 无死亡病例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部分患者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 也就是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经营户 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 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已排除流感 禽流感 腺病毒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和中东呼吸 综合征等呼吸道病源 病源鉴定和病因溯源工作 仍在进一步进行中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在5号报道说 日本关系机场方面提供的信息显示 日产前董事长戈恩 很可能是藏进了一个大尺寸的箱子里 并运上飞机离近日本抵达黎巴嫩的 报道就称 去年的12月29号的晚上 有几个高度超过1米的大箱子 因为尺寸过大 无法进入X射线安检仪 没有经过开箱检查 就直接运上了私人飞机 日本警方表示 戈恩很可能就是藏匿于当晚的 一个大箱子里顺利过关离境 机场的工作人员还表示 私人飞机所属物品 免于安检的情况时有发生 另外根据土耳其媒体在4号的报道 土耳其私营航空运营商 MNG喷气机公司的一名经理称 在家人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他无意当中成了协助 戈恩逃离的帮凶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在3号报道称 黎巴嫩政府方面 很可能早已知晓 戈恩的秘密出逃计划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据土耳其自由报报道 为了调查戈恩如何从土耳其中转到黎巴嫩 土耳其警方已经逮捕多名涉嫌偷运移民的嫌疑人 MNG公司的经理科赛曼就是其中之一 科赛曼告诉土耳其当局 来自贝鲁特的一个朋友威胁他 如果他拒绝在一件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事情上帮忙 他的家人将受到伤害 报道援引科赛曼在声明中的话说 我很害怕 我在机场把一个人从一架飞机转移到另一架 并不知道他是谁 报道没有指出科赛曼所说的朋友的名字 MNG公司3号承认 该公司的两架飞机被非法用于戈恩逃亡 一名雇员伪造记录 戈恩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与航班有关的文件上 MNG公司说 公司共出租两架私人客机 一架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飞往日本大阪 又从大阪飞往伊斯坦布尔 另一架从伊斯坦布尔飞往贝鲁特 公司说 他们看到媒体报道后才得知 自家两架包机帮助了戈恩 另外 报道援引黎巴嫩当地安保部门的消息称 当地时间2019年12月30号 戈恩乘坐私人飞机抵达黎巴嫩贝鲁特的机场后 从贵宾通道入境 当时有人目击到一名黎巴嫩政府人士 开车前来迎接戈恩 还曾有媒体报道称 戈恩在到达黎巴嫩后 与黎巴嫩总统奥恩进行了非正式会面 然而这些说法都遭到了黎巴嫩方面的否认 黎巴嫩看守政府司法部长 阿尔贝·塞尔汗2号 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 关于这次戈恩秘密离开日本 黎巴嫩政府不了解详情 也没有参与 3号 黎巴嫩驻日本大使馆发表声明再度指出 使馆方面对戈恩离开日本 没有任何形式的介入 而对于国际刑警组织 对戈恩发出的红色通缉令 黎巴嫩方面表示 已收到通缉令将向戈恩展开询问 并进行必要的搜查 好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统计数据 2019年全国边检机关检查出入境人员6.7亿人次 同比增长3.8% 北京 上海等18个口岸的89条一带一路边检通道 为29万人次提供快速通关便利 今天第36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幕 开幕是以冰雪之冠上的明珠为主题 同时推隆将历时5个月的城市冰雪季 将推出三大篇章 七大冰雪主题游线路 400余项冬季文化旅游体育活动 近日北京西站进站口一男子进站安检时 未图省事竟连人带包钻进了安检机 安检员发现情况后立即将机器停了下来 随后知情民警对这名旅客的行为 进行了安全教育 近日在江苏长熟一路口 发生了一起两车碰撞的交通事故 其中一辆轿车失控冲入河中 随后在众人努力下被困司机被救出 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交警部门还在对事故原因 做进一步调查 神农架第三次金丝猴种群调查日前完成 结果显示相较于2005年的调查数据 当地金丝猴的种群数从8个增至10个 总数量从1282只增至1471只 栖息地面积从210平方公里 增至354平方公里 湖北京门的张河国家湿地公园 近日迎来200多只越东的中华秋沙鸭 这些珍稀候鸟在林间水面觅食栖息 中华秋沙鸭是世界边微物种 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当地时间4号 以色列第二大城市 特拉维夫市部分地区爆发洪水 目前已导致两人死亡 洪水导致至少一条主要街道道路坍塌 当地警方提醒人们仍要保持警惕 5号 特拉维夫市或将再次迎来降雨 当地时间5号 位于俄远东城市 弗拉迪沃斯托克 俄罗斯岛附近海域的冰面破裂 导致30多辆停放在冰面上的汽车 掉入海中 索庆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经过调查 事故原因是因为冰掉爱好者 违反禁令把车停在了冰面上 且停放的过于密集导致冰面破裂 当地时间5号 本年度首场金枪鱼拍卖会 在日本东京的一个鱼室举行 一条蓝旗金枪鱼以1.93亿日元 约合移民币1244万元的价格成交 创下历史第二高价 这条金枪鱼是在日本北部青森县附近海域捕获的 重276公斤 近日在美国犹他州一处小洋墓峡谷附近 为了清除积雪保证更多游客的安全 犹他州交通局用炸药引发了一场小型可控雪崩 在炸药点燃后 山顶的大雪倾泻而下 宛如白色的瀑布把整个道路吞没 好 欢迎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 了解更多的资讯 大家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到这儿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有更多的精彩 继续感谢您收看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